咱们今天来说一桩抢劫杀人案 这案子发生在云南省江川县 现在已经不叫江川县了 现在是玉西市江川区了 2009年12月21号 在江川县有个收购首饰店的老板叫张德平 他跟他的妻子在回家的路上离奇失踪了 据张德平的姐夫讲述 那天十点多就晚上的时候 他见张德平夫妇还没回家 于是就拨打他们的电话 结果夫妻俩的电话始终就没人接 从江川县城到张德平乡下的家 路程并不远 就那么三四公里 他们还是开车也就是十多分钟 可是左等右等到了十一点多 张德平夫妻还没回来呢 姐夫有点感觉不对劲了 急匆匆的呀 赶到了张德平县城的店铺 随后呢 姐夫啊 在店铺里边也没见着人 就问旁边的一个朋友 这才知道晚上九点半左右 张德平两口子已经开车离开县城了 打电话也找不着 那怎么办呢 姐夫呢 就找来亲朋好友的 沿着县城方向的道路 寻找着这两口子的踪迹 张德平的亲友们 在这三四公里的路程之上 是来回来去的搜索了好几遍 还是没发现 实在是找不着了 家人呢 也着急 第二天凌晨两点二十分 就来到了江川县公安局报案 接到报案之后 当天夜里值班民警 立刻就跟报案人一起 再次对张德平夫妇回家的路线进行查找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据了解呀 张德平呢 住江川县前卫镇 1993年的时候 他跟妻子认识的 俩人感觉挺好 结了婚了就 结婚以后呢 生了一儿一女 夫妻感情一直特别和睦 平时就是踏踏实实的做生意 好好的过日子 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1999年 夫妻俩呢 在江川县城 就开了这家金银首饰商店 这几年呢 金银首饰加工 金银首饰销售都挺火 两口子做生意呢 也挺实诚 有不少回头客 所以呀 他们家的经济收入 那是非常不错的 2008年 张德平在乡下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楼 一家四口跟父母全都住进来了 同时 人家也买了新车 买的什么车呀 丰田皇冠 现在见不着了 当年那绝对豪车呀 通过调查呀 警方还了解到张德平 有个习惯 每天晚上店铺关门的时候 会把店里的金银首饰打包之后 再开车带回乡下的家里 所以警方就猜测 那会不会是因为带了大量的金银首饰 而被人谋财害命了呢 根据出城的监控录像显示 案发当天晚上 张德平夫妻驾驶的皇冠轿车 出了县城之后 就朝着家的方向开去了 于是啊 民警呢 就对沿路的村庄 挨个的进行走访调查 终于从一位村民那儿 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 据这个村民反映啊 昨天晚上 他看见路边停着一辆车 同时还听到了一声尖叫 因为声音很短暂 就那一下 他呢 也没多想 也没过去查看 他看见停车的地方 其实就在张德平夫妻俩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距离张德平家也就不到五百米了 随后民警对这个路段进行勘查 发现堆放在路边的石块也有明显被挪动的痕迹 并且在石块上还残留有微量的血迹 那做DNA鉴定吧 石块上提取到的血迹 经过和张德平的亲属来进行比对 最终证实正是张德平的 因此警方推测 张德平夫妇在这儿遭到了袭击 目前是生死未卜 因为张德平夫妻俩随身携带着首饰店里所有的金银首饰 还有当天全部的营业款 所以这个案子的性质 那就应该是劫财 张德平夫妻失踪之前 开着丰田皇冠轿车 于是警方决定 以车找人 果不其然 很顺利就找着车了 在釜仙湖沿湖公路上的一个监控探头里 就发现了张德平的皇冠车 当时呢 在这辆车的后边 还跟着另外一辆可疑的轿车 但很遗憾 那年代嘛 视频清晰度也不高 可疑轿车的车型啊 都确定不了 就在警方苦苦查找这辆轿车线索的时候 在昆明城贡县 有人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轿车 经过鉴定这辆被烧毁的轿车 正是失踪人员张德平的皇冠轿车 哎呀 这车是找着了 人呢 人呢 还真没找着 车里并没有张德平夫妇的尸体 专案组再次把调查的重点 转移到了跟在皇冠后边的那辆可疑车辆上 经过多次比对实验 最终确定 可疑车辆是一辆桑塔纳轿车 随后警方 对拥有桑塔纳轿车的单位和个人 展开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排查 在结合张德平夫妻二人失踪之后 犯罪嫌疑人有意什么情况呢 有意的避开道路监控摄像头 到了城贡县 把车又烧毁了 那么这就说明犯罪嫌疑人 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很可能不是第一次犯罪了 于是江川警方以现场及其附近的村庄为中心 加大了对劳改释放人员 以及不务正业的赌博成瘾的这些人员的排查力度 很快一个叫张云红的男人就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根据调查显示 这张云红啊有多次犯罪前科 而且特别好赌 张德平夫妻俩失踪之后 张云红也消失了 就在张云红被列入重点嫌疑对象的时候 排查可疑桑塔纳轿车的工作 也有了新的收获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张德平夫妻失踪的当天 一个叫黄东的人和一个叫杨索能的人 到县城租了一辆桑塔纳轿车 黄东和杨索能都是江川县人 曾经犯有盗窃罪 故意伤害罪 多次被判刑入狱 俩人呐在一次服刑的时候相互认识了 这俩人呢并没有经济来源 但是在张德平夫妻失踪之后 这两个人却携带着大量的资金 频繁的出入赌场 更巧合的是什么呀 黄东和杨索能还认识警方重点怀疑的张云红 仨人呐还住在一起 租在一处房子里 警方分析之后认为 黄东、杨索能、张云红都具备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派出三组人员同时对三人进行抓捕 抓捕工作非常顺利 到案之后 他们在大量的证据面前最终交代了杀害张德平夫妇二人的犯罪事实 原来啊 09年12月初 这三个人呢 欠下了赌债 日子过得这个紧紧巴巴的 于是一商量 哎呀 咱得弄点钱去呀 抢谁呢 哎 我知道抢谁 张德平 开金点的 那挣钱挣得海了去了 商量好了 12月21号晚上 三名嫌疑人按照事先的分工 黄东呢 开着租来的桑塔纳 把张云红和杨索能 送到了张德平夫妻在乡下的家附近 就埋伏了起来 自己呢 返回县城 监视着张德平夫妻的行踪 晚上九点半左右 黄东见张德平夫妻俩开车离开商店 就一路开车尾随在后面 打电话 通知在村子口埋伏的两个人 让他们做好准备 过了十分钟 张德平夫妻开车走到村子口的时候 被犯罪嫌疑人故意放在路中间的石头堵住了 张德平呢 下车要挪动石块 这时候张云红和杨索能 立刻窜出来 迅速的用刀 捅死了张德平 杀了张德平之后 其实他们不想杀张德平的妻子 而是准备把他打晕了 问出银行卡密码之后再动手 但当时下手呢 用力过忙 一下子把张德平的爱人也打死了 张德平夫妻被害之后 三名嫌疑人 把两名受害者尸体搬上了车 死者身上呢 一共有一万四千多元的现金 还有手表以及价值六十多万的金银首饰 当天晚上 他们仨把张德平夫妇的尸体就抛埋在了静宁县大河水库附近的山上 之后又把被害人的皇冠轿车开到成贡县烧毁了 根据三名犯罪嫌疑人的交代 江川县警方在昆明市城贡县境内 也找到了他们用于作案的匕首和受害人轿车的牌照 同时在大河水库附近的山上找到了两名被害人的尸体 2010年7月26号 云南省玉西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人张云红 黄东 杨索能 因犯抢劫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今天呢 咱们来说说 当年震惊全国的厦门624特大爆炸案 这件事呢 发生在1981年6月24号的晚上 那像厦门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城市啊 6月24号刚要热 还不是太热呢 属于好时候 这大街上啊 也是人来车网熙熙攘攘 晚上7点50左右啊 市民们突然发现 在市区西北部突然一道白光冲天而起啊 六七层楼那么高 范围也不小 紧接着 就是一声比那夏天的巨大的闷雷 还打不知道多少倍的巨响 呼 感觉整个厦门都跟着颤了三颤 一辆开往火车站的30671号公交车 发生了爆炸 这是一辆咱们叫双截棍的公交车 前边一个车厢 后边一个车厢 中间呢软的能拐弯 双截棍 这种车大 而且上边装了好多刚从鼓浪雨下来 要去坐火车的游客 当时这辆车上得有个一百多人 这一声爆炸之后当场死亡40人 伤85人 这85人当中重伤的45位都是蛇胳膊断腿 开瓢 开膛的 有幸存的乘客回忆当时的场面 他说当时公交车上有一百多人 爆炸发生之前车上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一些乘客还说说笑笑 冷不丁的就是一声巨响 我感觉自己突然就飘到了天上 全身就好像五马分尸那种撕裂的疼痛 几秒钟之后他醒过来 人已经摔到了车外 浑身都是伤啊 这时候车里车外就这一片地方啊 就好像呢人间地狱 这双截棍的前半截都给炸烂了 在这爆炸当中那车体啊 就好像爆纸似的 全都给撕的跟破扑车一样了 而且车里有好几把椅子 那都是拧到地板上的 直接飞出去好远 距离爆炸点一百多米的地方 都有这公交车的零件 伴随着汽车零件的 那就是人的零件了 有的还能分辨出来 这是条腿 那是条胳膊 有的呀 就是黑乎乎血淋淋的一块肉 你都不知道它是从哪掉下来的 上面还冒着烟呢 不光是车里的乘客 还有外边骑自行车的走路的人 被掀翻了好几十位 就这一片地上 死伤者躺得横七树八 哀嚎不断 血流成河 爆炸发生之后 一百多名警察从四面八方开始往这集结 马上把现场封锁起来 不光是警察 消防 解放军全来了 最后一清点呢 一共死亡四十人 其中车上乘客三十九人 外边的行人一位 受伤的八十五人 车上乘客有四十五位重伤 二十九位轻伤 车外边还有十一位行人受伤 这个事儿可是太大了 先传到福州 又传到北京 党中央都被震惊了 当时中央政法委书记是彭真 他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向南都发来指示 首先要做好善后工作 同时抓紧破案 福建省公安厅马上成立专案组 把全省的刑侦专家都给调过来了 除了本省的公安部 北京市局的上海浙江江西这些省市的公安机关 全派人过来帮忙 1981年又是在厦门这么一个比较敏感的部位 在民间这话就传开了 这是台湾的特务 他们用的是小型原子弹 那位说不是不是你那是假的 我告诉你 他们用的是定时炸弹 反正都咬定是台湾特务 一时之间人心浮动 好多人连公共汽车他都不敢做了 觉着这些特务专诈公共汽车 那让人集中啊 有一位当年的老记者回忆说呀 爆炸过后的许多天 不少市民仍然心存余悸 尤其是在公共汽车上 稍微有个风吹草动 那一下就引起骚乱 我亲身经历过两回 有一回呢 我坐三路公共汽车去火车站 这汽车到爆炸案发生不远的地方的时候啊 可能是附近的工厂啊 或者什么垃圾焚烧厂在那烧东西 烧垃圾 一阵焦糊味飘进了车里 就听有人耳一嗓子就喊 停车要爆炸了 不光是乘客 司机也害怕呀 咚一脚就把车给剁这了 赶紧开车 大家伙呜呜一下 潮水一样的就涌下来了 跑出去几十米 找大树后边躲着 往这看 左等不炸 右等还不炸 顺着这边再闻 不是打车里传出来的 那边还冒烟呢 还有一回 我从公园南门坐车去厦门大学 由于天气热呀 汽车开到工人文化馆附近的时候 这轮胎突然爆炸了 那大轮胎一炸也砰一声挺吓人的 有人又喊上了车爆炸了 我的妈呀 这车里边人才人人挤人呢 前边的往后边跑 后边的往前边跑 有的人扒着窗户往下跳 那车还没停呢 司机还没反应过来呢 这名老记者呀 平时属于胆比较大的 但你架不住 他是社会整体恐慌啊 每个人都是风声鹤唳 这一回给他也吓得够呛 事后他说 我当时这腿也软了 当时车上啊 还有一个小姑娘 这胆更小 只听那人喊爆炸了 这姑娘俩眼一闭 往后一扬 孤灯 绝过去了 直到是轮胎爆炸之后啊 很多乘客都说 这以后我宁可走路 多远我都走路 骑自行车 我再也不坐公交车 太吓人了 咱们反回头来 说各路专家赶到现场之后啊 这眉毛也拧一块了 在强力炸药的爆炸和燃烧之下 现场已经被彻底的摧毁了 几千件各种物品 人体残肢 散乱的分布在爆炸点几公里的范围之内 轻点的可不就炸的远点吗 光是被炸飞的衣服就有三百多件 勘查工作非常艰难 这爆炸的地点呢 还是在厦门的主干道上 现场必须马上清除掉 一来它影响交通 二来就 这这个在这摆着 谁路过多看两眼 那社会不乱了都下风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们 开始连轴转了 尽量的争取时间 早一点是一点 四十八个小时之后 他们得出了一些结论 第一 爆破专家反复测量 可以确定爆炸点是车辆左边第六个座位 炸药就是在这被引爆的 应该重点排查这个位置的乘客 第二 爆炸位力相当大 距离爆炸点几米外的柏油马路 有三平方米的范围啊 散布着一百零五处凹陷 这柏油路给炸得跟水波纹似的了 这得多大的劲儿啊 经过勘查认定 爆炸物是消氨类炸药 重量得有十公斤 装在一个大型的黑色包里边 这么大一个包应该挺显眼的 要重点排查拿提包上车的乘客 第三 这绝对不是意外事故 就是故意杀人案 对现场的分析发现 炸药不是自然自爆的 而是用雷管引爆的 现场发现了大量雷管的碎片 这就说明 这是一起恶性爆破杀人案 不是炸药运输过程中的安全事故 这现场啊被破坏的太严重了 目前还不能确定这雷管 是手动触发的 还是启用了定时装置 必须同时排查 途中下车的乘客 在这次爆炸当中 全车的乘客非死即伤 最轻微的也是烧伤 很多乘客呢 非常严重了 但前边说了 缺胳膊断腿 开膛破肚了 都在急救室昏迷呢 根本不能说话 而轻伤的这几位呢 也是因为惊吓 咔那么一阵 诗人也受不了 找他们打听 刚一提 那天那起爆炸呀 你呃 哆嗦上了 说不出话来 专案组的成员呢 都快变成心理辅导员了 一点一点的 拐着弯的 启发这些乘客 别让他们突然一下 受到巨大的刺激 但是还得打听出点什么来 这么一来 花费了二十多天时间 粗略的调查了一百六十九人 重点呢 是八名提前下车的乘客 但是这八名乘客呀 六位是老人跟孩子 另外两位确实棒小伙子 人家是海军战士 这些人呢 都没有作案的动机 也没有作案的工具 没人携带大黑包上车 更没接触过炸药 那要这么说起来 难不成是一起自杀式爆炸 这个作案的人 就在死者当中吗 爆炸案 它不同于其他的案件 随着十公斤炸药 响这么来一下 四十多名死者 支离破碎 光是这之后 在殡仪馆清理尸体和遗物 专案组就用了整整两个礼拜的时间 之后在全省啊 发布认领尸体的通知 一位一位苦主 赶来辨认自己亲人的遗体 这又花了五天的时间 到最后 就剩下一具 无人认领的尸体 这是一具难尸 被炸得四分五裂 好不容易才凑一块 尸体的右侧 从下往上 几乎是炸碎了 粉末撞了 也别拼了 左边也不完整 头部被炸烂了 脸就更甭提了 没脸了 同时 没有手 没有脚 也没有衣服了 刑侦川家分析尸体的情况 认为这个人呢 非常可疑 对于爆炸现场和尸体的分析 这个炸药应该就是在他的脚下爆炸的 他很有可能就是坐在第六个座位上的乘客 但是这仅仅是推论 不能结案呢 你至少得把这人的身份搞清楚 他的作案工具 作案动机都得找到 拿出来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 无从下手 首先这人呢 无人认领 同时他又没有什么特征了 你说这怎么查呀 现场啊 还剩下520多件衣服 没人认领 专案组在半年的时间里 走访了10个省市101家工厂 23个批发站 从这里边 鉴别出了11件 有可能是这个死者的衣物 其中有一件呢 是红色的运动背心 基本确定 这就是死者生前穿的内衣 这背心啊 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破烂了 不是炸的 炸之前就已经都是窟窿眼了 城里人很少会穿这种衣裳 即便农村人呢 一般水平的也不穿这么旧的了 所以可以推定 死者的经济水平啊 并不怎么样 生活比较结局 从公交车解体之后 发现的衣物残片 和现场发现的 两米长的钢卷尺等等物品 专家族反复的研究 多次的模拟试验 他们认定 这些东西啊 爆炸之前 和这爆炸物 装在同一个包装物里边 这两米长的卷尺呢 是福建本地销售的东西 都是打小工的一些工人使用 看起来 死者生前的职业 有可能是农民工 他的遗体啊 比较强壮 宽肩 肌肉结实 应该是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人 他是A型血 把各个肢体复原之后 认定他的身高 大概是一米六五到一米七 但是三个月之后啊 上海市公安局复合鉴定 发现呢 之前的人 在原来测量炸断的骨骨 就腿骨的时候啊 少接了一块碎片 导致失误了 没这么矮 重新一算 身高 大概应该是一米七六 根据骨骼愈合和骨化的情况 推断他的年龄 是二十七到二十八岁 范围呢 是二十五到三十岁 通过解剖尸体发现 你看还得解剖 虽然炸的这儿一窟窿 那儿一口子 跟破顿布似的 但是有的地方 你还得拿刀划开 一点一点的茶 他的胃里边啊 比较空 说明死者当天晚上 没有吃过晚饭 肠子里边呢 发现一条美洲形沟虫 再说一遍 美洲形沟虫和三条边虫 还有少数的虫卵 通过查阅资料啊 发现这种美洲形沟虫 主要分布在亚洲的南部 在福建各地都有感染 沟虫和边虫混合感染的情况呢 在农村地区比较多 根据几位幸存者回忆 这个人呢 就是坐在左边车厢的第六个座位 而且身边的确有个黑色的大提包 二十六岁的港口作业区工人刘某回忆说 我上车呀 经过第六个座位 那个乘客的时候 还看了他一眼 他也正好抬头 那样子看着 是二十六七岁 骨架比较大 骨头挺粗的 平头 穿着个旧衬衣 什么颜色我可记不清了 反正不干净 左腿呢 抬着 右脚踩在车板上 他这腿上放着个提包 还拿俩手护着 那模样看着这人呢 有点呆 跟普通人不太一样 他座位旁边呢 放着一个黑色的包 我上车没留神 还踢了一下 脚还挺疼 感觉挺硬 里边装得满满灯灯的 十三岁的女中学生陈某回忆说 第六个座位上的那个人 距离我不远 得了 我正常说吧 这也不是小说 萨玛蒂卡 他说呀 第六个座位上的那个人 距离我不远 他头发里的呢 比特别短的平头 要长一点 穿一件偏白的衬衣 好像是老鼠灰那么个颜色 简称是耗子皮色 他的座位旁边呢 放着一个大旅行带 颜色我记不清了 反正带拉链 这人呢 皮肤挺黑的 体格比较粗壮 坐在那儿好像精神不振似的 看得长相 像是外地人 还有一位 五十二岁的商店退休职工 林某会议说 那个人呢 个头不大 但是肩膀宽 好像很疲惫的模样 坐在那儿一动都不动 他坐在那儿啊 俩腿是往上拳起来的 大腿上放着个手提包 座位旁边有一个黑色的 比较大的带拉链的袋子 总的说起来 这个人呢 相貌平平 加上刻意回避别人的目光 其他的乘客 对他都没有什么印象 而这三名乘客 也只能回忆起他的轮廓 没有办法确定相貌 死者的身份不能确认 就没法宣告破案 这个时候 距离案发 已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了 公安部一再下文 要求尽快破案 尽快破案 转案组上下 全都顶着非常大的压力 可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 各位 柳岸花明 出了一个意外的事 在调查乘客的时候 警方发现 有一个受伤的乘客呀 是他们的老熟人 一个老佛爷 陈某 就是爬手 掏包贼 这个人呢 打小父母双亡 还是个儿童的时候 就在厦门和周边流浪 认识了一批职业爬手 从十二岁开始掏包 前后被公安机关 拘留了十多回 屡教不改 而这个时候 他已经三十多岁了 刑切二十多年了 在厦门一提起来呀 道上没有不认识的 那会不会是 这个有钱科的佛爷 做的案呢 经过反复调查 排除了陈某作案的可能 原因也并不复杂 他呀 距离爆炸点很近 也就是五米左右 因为被气流冲飞到了车外 这才侥幸地保住了性命 但是这大腿也骨折了 以陈某案发之前吃喝玩乐的行为 看不出他有跟别人同归于尽的想法 那从基本逻辑出发 他如果是有预谋的炸车 就应该在爆炸之前下车 至少应该远离爆炸点 因为他热爱生活 各位 喜欢吃喝玩乐的人是热爱生活的 虽然很空虚很苍白 但是不想死 况且说呢 陈某并没有搞到炸药和雷管的渠道 也不懂任何的爆炸知识 陈某啊 这回伤得不轻 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都不能起床 面对警方的询问 但有无数次拘留经验的陈某 推的是干干净净 不知道不知道 问啥都不知道 曾经抓捕过他的一个民警认为啊 这人呢 是个人精 相当聪明 把黄 这是一个小偷的基本素养 上车来看谁包骨就下手啊 那离死就不远了 上来你得先看 车上有没有便衣 哎 再看谁可能有钱 谁可能没钱 谁那包虽然骨 那里边啊 应该都是毛票 谁呢 不是那么骨 那里边可能都是大票 大团结 十块一张的 我得偷这个 另外呢 还得避着点那种猛张飞式的人物 你偷他被发现了 摁地上就是一顿豪打 得不偿失 陈某虽然才三十多岁 但是是有二十多年掏灵的老佛爷了 他上车能不观察 而且他离爆炸点那么近 周围的人他能没有印象 但是这人呢 老江湖 老油条 你威逼利诱全都没用 他就想把自个儿跟这事摘干净了 专案组考虑来考虑去 怎么撬开他嘴呢 还不能逼急了 这么办吧 他三十多了 也没成个家 是个孤儿 一个人在医院这么躺着 也没人照顾 咱们呢 安排几个年轻的民警 就上那轮流的值班 照顾他去 二十四小时 让他身边有人 这些民警一定啊 现在形势这么紧张 你们都在外边破案 让我们上那儿给他端屎端尿去 你这 政委又来了 同志们啊 你们这个想法是有问题的 现在破案的关键 就在这个人的身上 必须得打开他的嘴 现在咱也没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你们几个就去 二十四小时的照顾他 端茶倒水 端屎端尿 都是为了破案 都是为了破这个大案啊 同志们 能不能完成任务 大伙一听 能得了 能 都去了 您别说这几位年轻的警察 真不含糊 就这么瞪拿眼睛 轮班的守着他 无微不至 给送饭 送水 然后再给端屎端尿 循环 全管 一眨巴眼就是一个月啊 这时候陈某啊 好的已经差不多了 他是真被这几位民警感动了 他心里边明白警察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别管他出发点 这一个多月以来长这么大就没人这么伺候过自个儿啊 这心里边真是洋溢着一种幸福都要样出来了 得了 不就这么点事吗 我告诉你们 他那天上公交车呀 确实是想开工 上车之后呢 就在距离左边车厢第六个座位不远的地方 第一眼他就看见这死者了 出于他的职业敏感 马上就觉得这人有点危险 他回忆说 这个人呢 大概是二十五到二十八岁 长得挺结实 一看就是农村干过力气活的 但是他绝对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俩眼露凶光 这面相也挺凶 绝对不是好人 当时他那神色呀 有点紧张 又有点忧郁 脚底下有个大黑包 我跟你们说不是吹 我在江湖上混了二十多年 就是靠看人食人吃饭的 看他这模样 穿着还有神色 十有八九就是道上的 是吃江湖饭的混混或者流氓 好一好 没准就是再逃的歹徒 那大包里头啊 很可能带的就是凶器 我们佛爷就是靠手上的技术 挣俩小钱 不敢得罪这种人 我就赶紧呢 往后退了几步 离他远点 你说 就是这几步 把我给救了 陈某啊 那真是个老江湖 这双眼睛毒的不行不行的 他居然还判断出了这个死者的籍贯 和可能被政府给打击过 他说看起来啊 他不是本地人 不是这模样 他应该是民北的 最往南呢 也超不过南平 另外我看他这个模样 这个神色好像是近期过的 要不你们查查监狱和看守所的记录 看能不能发现点啥 之后呢 他还主动配合刑侦专家 画出了一张相当逼真的模拟画像 警方这时候啊 也是有早没早先打三杆子 按照他说的 开始重点调查 民北失踪和下落不明的人员 尤其是有前科的 福建省监狱 看守所 劳教所这些单位 对在逃的四百多人 进行了一回大排查 别说 很快就有了收获 福建省顺昌县公安局汇报说 这幅模拟画像 和当地一个叫黄可芬的在逃人员 很像 哎 这顺昌县就在南平以北 专案组马上赶到顺昌县开始调查 这黄可芬呢 当时二十八岁 顺昌县白石村的农民 身高一米七六 身体挺强壮 打小就不学好 上学的时候 打架闹事 长大点了 偷强拐骗 什么都干 村民视之为公害 小学毕业之后呢 他就在家务农 他嫌干农活太苦了 就以炸鱼和盗窃为生 二十三岁的时候 他因为伪造票证 非法炸鱼和盗窃这些罪行 被县公安局给拘留了 释放之后呢 不思悔改 变本加厉了 三年之后 也就是 1979年 他又因为多次盗窃和倒卖炸药雷管 被逮捕 这回判了五年 你判多长 那是你的 我不想在这呆呀 入狱三个月之后 他就借着外出干活的机会 从福建省宁化县劳改农场 越狱逃跑了 之后一直就是行踪不明 没找着 那为什么黄可芬刚入狱就跑呢 他的狱友回忆说呀 这里边也有原因 他这人的性格呀 比较强硬 谁都不服 进来之后呢 把牢头给得罪了 那你能有好吗 各位 吃饭了 找一人 吹 一口浓潭就催你饭里 你还怎么吃啊 这是轻的 有事没事 找几个人打你一顿 有事没事就打你一顿 他这人性格呢 还强硬 就跟你死扛 但是你精神扛得住 你这身体扛不住啊 几回下来 他一琢磨 五年 估计五个月 我就得拿小河捧出去了 他曾经找预警控诉 但是大家知道你控诉牢头是没有效果的 监狱里边就是犯人管犯人 这牢头呢 他就是监狱管理的一个工具 就是专制你这种不服的 你还敢跑我这告状来 告完状回去又是一顿打 这么一来黄可芬可就害怕了 八十年代初期 各位县级监狱啊 劳改农场啊 那都是啊 打死人的事不是没有 在又一回被狠揍了一顿之后 他终于下定决心 冒险从劳改农场逃跑了 这个人呢 擅长炸鱼 那也就是说他熟悉雷管和炸药 也有搞到这些东西的途径 跟他一个村的刑满释放人员吴某说呀 他炸鱼啊 至少得十年以上了 对爆炸物十分的熟悉 我还从他那儿买过三包炸药 几十根雷管呢 他那人呢 挺狠的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另一位倒卖过炸药的村民高某说 他曾经卖给黄克芬 十九包销岸炸药 七十多枚雷管 还有两米长的钢卷尺 黄克芬呢 还向村民蔡大镇 买过三包炸药 三百多枚雷管 经过高某辩认 现场留下的死者遗物 那两米长的钢卷尺 正是他当时卖给黄克芬的 邻村的食料厂工人蔡大镇说呀 是 黄克芬越狱之后 跟他买过三大包 共计十多公斤的销岸炸药 和三百多个雷管 当时他说是要去炸鱼 他就是干这个的 我们都知道 也没多想 警方把从蔡大镇家 提取到的炸药和雷管 跟现场的一比较 完全一致 那现在只要死者 能够确定是黄克芬 这个案子 他就算破了 找到照片 拿回去给爬首陈某看 他直接就肯定了 没错 就是他 他就是坐在 第六个座位上的那个人 在调查当中 黄克芬的二姐 几经犹豫 还是向警方 交代了一些重要情况 黄克芬越狱之后 曾经到他们家来 躲藏过两回 睡觉的时候 穿的就是红色的运动内衣裤 同时带着一个大黑包 那里边确实是满满蹬蹬的 黄克芬当时自己还说 在外边混得惨 只能靠炸鱼和偷东西为胜 这大黑包里啊 装的就是炸鱼用的炸药和雷管 他不敢在一个地方待太长的时间 只能到处流窜 吃吃不上 喝喝不上 这眼看着呀 就活不下去了 别说买新衣裳了 吃饭都成问题 黄克芬的二姐说 他还曾经表达过 不想活了的想法 说整天提心吊胆的到处跑 这没什么意思 不如死了 他还曾经表示过 想要报复社会 说不想一个人死 怎么也得多拉几个垫被的 这么一来 黄克芬可以基本被认定为凶手了 但是在证据上是存在缺憾的 这并不是铁案 为什么呢 你现在还不能彻底的断定 那个死者残骸就是黄克芬 这个案子一直到1982年3月15号 才盖棺定论 怎么回事呢 厦门木器厂的工人呢 在翻修仓库房顶的时候 在那上单 发现了一只干枯的断手 风吹日晒雨林九个多月 您可想这手 它已经成什么模样了 在一般的条件之下 已经没有办法对指纹进行鉴定了 当地不行 先送到省公安厅吧 省公安厅马上组织有关人员 对这断掌先进行处理 当然特殊处理 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同时呢 邀请了全国著名的指纹专家到福州来鉴定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 这个还不如木乃伊的手啊 那指纹终于又出现了 指纹采集下来 跟黄可芬入狱的时候 留下的指纹两箱一笔账 完全一致 到这儿就可以确定了 厦门木器厂屋顶上的右手断支 就是黄可芬的右手 死者或者说是凶手 就是黄可芬 案件告破 这之后呢 警方也开了总结会 这个案件的教训呢 就是因为大家经验不足 现场搜查范围定小了 虽然说经过了好多回的勘查 但都没有查到距离现场中心 炸点142米外的断支右手掌 如果早发现 那可以少走不少的晚路 大大缩短破案的事件 1994年1月5号10点半 张叶市公安局啊 接到报案 出了大事了 捡滩乡永兴村三社村民刘某 刘某的儿子刘培某 以及来他们家炸草挣钱的 陈寨村村民王某德 三个人呢 被杀害在刘某承包的果园住房里 接到报案之后 张叶市公安局局长 副局长 立即带领着侦察和技术人员 火速赶往现场 不久之后 张叶地区公安处 也派出技术人员和法医 前去增援 在这儿啊 给大伙多说两句啊 咱们说的张叶市公安局 那时候是县级张叶市 也就是现在的张叶市公安局 甘州分局 而张叶地区公安处 才是现在的张叶市公安局 明白了吧 一个是市级的 一个是县级的 咱们再说回这案子 这果园呢 离永兴村三社的居民点不远 也就那么六七十米 现场呢 有大量柴油泼洒的痕迹 中心现场遭到了大量的破坏 为了避免痕迹 为了避免痕迹 被毁 警方封闭了整个中心现场 先行勘察外围现场 在外围勘察之中呢 技术人员首先发现呢 在室外的小道上 有几串血脚印 经过与死者协底比对之后发现 这都对不上 可以确定这些足印都是犯罪分子留下的 在方圆六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 警方沿着田间小道顺着足迹追踪 按照不态特征 确定了一共有两种类型的足印 并且细分出了这两种足印 分属于五名犯罪分子 并且分别确定了他们来去的路线 外围勘察完毕之后 开始勘察中心现场 三具尸体都横卧在炕上 致命伤都在头部 颅骨全部粉碎 脑浆外流 可以说死状极其惨烈 周围散落着沾满血迹和脑浆的菜刀 匕首以及自行车打气筒等物品 可以认定为凶器 死者衣服口袋全部被翻动过 屋子里面的箱子 被褥 席子等物品也都被翻动了 并且留下了大量的携手套印 炕上呢 也散落着大量的血迹 以及部分零钱 床单上也有一枚血脚印 鞋底花纹和外围勘察发现的两种鞋脚印中的一种一致 可以认定是罪犯留下的 通过案情分析会 警方也得出了一些共识 第一 根据现场勘察结果 这是一起性质极为恶劣的特大抢劫杀人案 第二 通过尸体解剖 根据死者为内容物的消化程度来判断 案发时间是1月4号晚上8点到晚上10点这个时间段 第三 从现场足迹来进行分析 案犯人数是五名 其中四人穿着同一种花纹的鞋 案犯身高在1米65到1米75之间 年龄在20岁左右 第四 现场没有搏斗痕迹 所有死者生前都没有抵抗 罪犯对现场比较熟悉 推断为熟人作案 至少案犯之中有人和死者熟悉 第五 根据现场遗留的凶器 推断案犯是有预谋有准备的 实施抢劫杀人的犯罪团伙 第六 现场没有留下指纹 并且还泼洒了柴油 说明案犯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是一伙惯犯 会议之后啊 决定立即成立 由张业市公安局副局长为组长 张业地区公安处刑政科科长 市局刑警队刑警队长为副组长的 三十人专案组 另外在张业市公安局成立破案指挥部 由张业地区公安处处长为总指挥 副处长以及市公安局局长为副总指挥 负责协调相关地区的公安机关的联动指挥 抓案组成立之后啊 立即确定了侦查范围 侦查方向以及工作重点 以简摊箱为重点区域 特别是永兴村附近的村舍为排查重点 注意摸牌经常纠集在一起 具有劣迹的团伙人员 围绕受害者的社会关系交往人员进行排摸 注意发现家庭生活困难或者继续用钱的人 摸牌案发前后去向不明的人 1月6号市局局长副局长分头召开了张业市公安局各科索队长会议 以及有关乡村社干部群众会议通报案情 发动基层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性 让大伙呢踊跃的提供线索 同时专案组兵分四路 第一组警力呢 围绕受害者亲属和检摊箱念礼宝箱 以及附近的单位农场逐个进行排查 检查张鸣公路上的来往车辆 发现线索 第二组警力围绕城乡商业网点查找与现场足迹花纹一致的鞋子的销售范围 确定侦查方向 以鞋找人 第三组警力 把写鞋印照片印发给有关单位和人员 查清线索 拓宽侦查渠道 1月7号 张鸣公路旁边的兴沟饭馆的老板娘反映 1月4号下午5点左右 有五个打扮很时髦的年轻小伙子 在他饭馆吃饭 吃完饭之后离开了 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呢 就是张叶本地人 但并不是捡贪乡的口音 专案组根据这个线索 证实了罪犯在作案前很可能在兴沟一带活动过 侦查员立即以兴沟为中心 在周围的四个乡 二十多个村舍 方圆十七公里的范围内撒网排查 与此同时 念离宝乡陈塞村一名村民 在村东边的九龙江林场附近的小河 印牛的时候 发现冰封的河面上的冰窟窿里 有东西在那浮浮沉沉的 捞起来这么一看呢 是一个旧的黑色人造阁提包 打开之后 发现里边有两把匕首 还有四双新的白棉线手套 手套和提包上还留有血迹呢 他立即把提包上交专案组 经过检验 这两把匕首和现场提取到的匕首 是同一型号 手套和提包上的血迹经过化验 血型和死者刘某的血型一致 1月8号 专案组侦察员 在检滩乡的各个村舍 展开逐人逐户的调查 当天排查出的怀疑对象 全部被否定 1月9号上午走访的时候 有群众反映说 本村20岁的村民 刘培基和死者刘某啊 是亲戚关系 刘培基呢 算是刘某的侄子 跟刘某的儿子刘培某 这算是堂兄弟 这刘培基啊 有犯罪前科 跟城郊的四个社会青年来往密切 案发之后 去向不明了 据此 专案组将刘培基 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找遍了刘培基的亲戚 以及所有的社会关系人 到当天深夜 查清了和刘培基经常来往的 那几个成交的社会青年的身份 分别是长安乡二闸村 19岁的黄玉龙 18岁的李建龙 长安乡头浩村 17岁的周芙蓉 18岁的韩明 这几个人呢 案发之后都下落不明了 这四个小青年的年龄 身高都和专案组刻画的几名案犯情况 相互吻合 1月10号7点半 专案组侦察员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拿着搜查令 搜查了黄玉龙的家 在黄家院内 发现了和现场相同的 斜印花纹足迹 经过提取检验 确定两者可以做同一认定 黄玉龙的一个发小赵某说 2号和3号晚上 黄玉龙 周芙蓉 韩明 还刘培基 他们四个都住在我家里 说要筹钱 去青海省 做饭菜或者饭牛的生意 1月4号早上8点 他们离开我家的 我就再没见过他们 另外赵某还介绍说 黄玉龙和李建龙是邻居 俩人关系特别密切 经常到青海门园做生意 据此 专案组初步认为 刘培基 黄玉龙 李建龙 周芙蓉 和韩明 这五个人 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且很可能已经外逃到了青海门源县 于是专案组组织了八个人的追捕小组 驾驶两辆警车 连夜赶赴门源县 对案犯可能落脚的地方进行查找 力争把人在青海顺利抓获 其余人员呢 并分三路 分别在长安 捡滩乡 还有这些人经常来往的亲戚朋友那儿 进一步调查核实 并且对这些地方进行24小时的不控遁守 1月10号下午4点 前往青海的抓捕小组 赶到了门源县 在门源县公安局的协助之下 查清了门源县汽车站的车站旅社 在1月5号到9号 有5名张业来的男青年 拿着张业市长安乡武装部的介绍信住宿 1月10号7点 退了房就走了 经过调查 住宿登记的名字是韩明 另外啊 浩门镇派出所的出警记录 显示在1月8号 抓了5个张业来的 与当地社会青年打群架的男青年 派出所把他们拘留一晚上之后 责令他们返回原籍 根据他们留下的姓名和原籍住址 正是刘培基黄玉龙他们这五个人 长途客车站的服务员也反映 1月10号上午 有5个男青年买了去西宁的车票 于是抓捕组的侦察员们认为 他们很可能已经乘车去了西宁 于是马不停蹄的开车前往西宁 在西宁市公安的协助之下 连夜对重点地区域进行清查 但是一无所获 接到抓捕组 从门员和西宁发回来的两封电报之后 专案组认为啊 案犯极有可能 已经前回张业了 随后布置干警和民兵 在他们可能落脚的长安乡 减滩乡等地 就蹲守下来 1月11号凌晨一点左右 长安乡的一名治安积极分子就反映 他在无保护黄某斗家 发现了黄玉龙和刘培基的踪迹 当侦察员来到黄某斗家查访的时候 黄某斗反映 黄玉龙和刘培基已经离开了 坐镇张业市公安局的破案指挥部 立即连夜增调张业地区公安处 和张业市公安局的刑警 交警和巡警 一百多人 组成多警种配合的抓捕组 分头控制张业地区的 各个重要交通要道和重要场所 在罪犯可能藏匿的场所 进行全面清查 两点三十分的时候 李建龙在他一个亲戚家里边 被民警赵新民和宋秦璋请货 经过图审 李建龙交代了他们五个人 在果园杀害刘某他们三人的犯罪事实 并且共认出了刘培基 黄玉龙周芙蓉和韩明的藏身地点 同时交代周芙蓉家里 还藏着两颗军用手榴弹 这两颗手榴弹 是周芙蓉的父亲 在七十年代当民兵的时候 私自藏下来的 到了一月十一号十一点的时候 刘培基黄玉龙周芙蓉和韩明 先后落网 刘培基身上还被搜出来了 死者刘某的两张存折 五个人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并且交代说 作案时穿的鞋和衣物等 被扔在门源县浩门市场附近的一口枯井里 指挥部啊 又立即联系在青海的抓捕组 你们先别回来了 赶紧返回门源县吧 在浩门镇派出所的协助之下 查到了浩门市场附近的那口枯井 其实啊 这口枯井属于一座防空洞的天窗 经过三个多小时搜寻 终于在二十多米深的防空洞里边 把五件血衣 五条血裤 五双带血的鞋子 全都搜了出来 同时 也从周福荣家起货了两颗六七式手榴弹 原来啊 早在一年之前 这五个人就沆瀣一气 惹是生非 经常参与打架斗殴 被公安机关拘留处理 1993年12月下旬 韩明在刘培基家借宿的时候 听说刘培基的一个唐伯刘某 和唐兄弟刘培某承包裹员 家里挺有钱 是村里的万员户 俩人一起预谋了抢劫刘某的计划 但第一次抢劫没成功 1994年1月2号 刘培基和韩明 找到了黄玉龙 李建龙和周福荣 再次预谋 制定了更毒辣的抢劫杀人计划 你看 跟上回的区别就是多了杀人 刘培基跟刘某 以及自己那堂兄弟刘培某 这都是血亲呢 就这刘培基提出来 要杀就一个不能留 他也解释说了 一个是我伯伯 一个是我哥 他们都认识我 如果他们报警 我就完了 所以他们必须得死 为此 他们在1月4号 在张业市区购买了三把匕首 五双手套 五双鞋 作为作案工具 周福荣 也把自家老爹私藏的手榴弹拿出来 以撞声势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 五个人 带着这些匕首啊 手榴弹啊 这些凶器 到了果园 以购买苹果为由 叫开了房门 刘某一看 来的这些人里边 有自己侄子刘培基 就一点戒备心也没有了 刘培某跟王某德呢 都在屋里睡觉 趁着仨人毫无戒备 这五个人哪 突然动手了 李建龙抓起桌子上 放着的一把菜刀 架在刘某的脖子上 把他按倒在地 黄玉龙和周福荣 跳上土炕 用匕首和自行车 打气筒 对着王某德 一阵乱捅乱打 韩明和刘培基 则用匕首和手榴弹 对着刘培某 猛戳猛砸 王某德和刘培某 哼都没哼 就被残忍杀害了 杀死刘培某和王某德之后 刘培基和韩明 又用布条 绑住了刘某的双手 逼他交出钱财 刘培基还当着刘某的面 拧开手榴弹的底盖 拉出导火索 你要不说钱藏在哪了 咱们大伙一块上西天 刘某被迫说出了存放现金的位置 五个人呢 在那搜出了1100余元现金 和两个存值 一共啊 有一万元左右的存款 然后刘培基用手榴弹 李建龙用打气筒 对着刘某的头部一顿猛敲 可怜的刘某就这样死在自己侄子手里 随后五人把房中的一桶柴油 泼洒在现场和火炉上 打算焚尸灭迹 但因为柴油不容易被点燃 所以现场也没被点着 五个人呢也没等火烧起来 着急忙慌的逃离现场 按照事先说好的路线 沿着田间小路逃到了张叶城区 在路上把匕首手套等物品就丢弃了 刘培基还把手榴弹插在腰里 一旦遇到公安人员的盘查 就立即引爆同归于尽 1月5号七点 他们乘坐长途汽车 逃到门园县 并且在门园待了四天 期间呢 因为跟当地小流氓打架 被浩门镇派出所拘留了一晚 他们害怕罪行暴露 又划光了现金 于是1月8号又乘车 经西宁返回张叶 没想到警过了两三天就落网了 至此 张叶104特大抢劫杀人案 在经过七天的紧张侦办之后 re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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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nd 항상收安卡ort 支持早晩下俘的话 好 console 写真的话 缘团Ke 黄気